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的事务总监 郭思智 郭先生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走势 郭老师您好 您好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各个股市的盘面情况 那截止到三点收盘呢 截止是报4657.6点 涨了128.17点 那生成值呢是涨了173.26点 报16045.8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截至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呢是涨了490点 报280012点 那国企指数目前是涨了281点 报14418点 那郭老师我们早上今天是注意到呢 中国银行向中银香港就出售了东盟的业务 那中银香港呢也是出售了南商的银行啊 那这次的调整可能会为中银香港提供一些新的盈利增长点 但是目前仍然是需要一些监管部门的批准 那郭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一次的这个调整呢 说真的 像中银香港的股价已经冒险到最高见过33块7毛 这等于说市场还是看好的比较多的 最重要一点就是东盟的那个业务放了进去 为那个中银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利的平台 当然了业务上面的突破对整体业务带来的那个效益 我想还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 不过香港股市其实这一分钟不少股份 还是在一个比较股市比较不高的水平进行一个交易的 像中银香港 它的市盈率根据过去一年的平均来算 才不过十十倍 这个相对整个板块的股份来说 虽然不是太便宜 像它五公司3988的市盈率 才不过六倍到七倍左右水平 可是五公司是需要承担类的一些地方债相关的问题 而2388就不需要这方面的承担 还有一点就是人民币在境外的结算 也是交给2388去做的 所以整体来说 中银香港的股价到目前这一分钟为止 可以说是刚刚起步而已 因为在一个高台上面一定有一点点的消化 相对一个月的地位29块2毛 到今早的高位33块7 其实来说已经上升了差不多15%了 所以稍微有一点整股 一些消化是很正常的 不过消化过后还是要看基本因素 现在股市分开两个板块 大致上分开两个板块 一个板块就是要看基本因素 前景是看得好的 一些传统的资金 一些传统的投资者 是一定会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去 做一个中线的布局的 反而另外一个板块 比如说炒卖的很厉害的 二线跟上升股 在这个板块里面就没有太多基本因素了 100%是靠资金去追捧的力度到底有多大 有些股份的上升根本跟基本因素 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不过当然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买股票为什么 为赚钱 只有股价往上走的已经可以的了 当然这个是很普遍的想法 就是一只股票能够在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之下上升 其实也不太难的 只有就是说买盘比较大力已经可以的了 可是要是说从一个基本的因素去看 最终最终还是要看看它的业务的增长 股方面能不能够提供到一定的盈利 而且它的市盈率也不允许太高 所以很多在草卖当中 其实来说股价是走得比较超前的 一旦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基本因素出来的时候 反而股价不是上升是下跌的 因为走一个阶段的上升是走得比较快了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最终大家还是要看看基本因素 2388的基本因素是相当相当好 所以是可以做一个中线的布局的 当然33块钱可不可以买呢 是拉高了一点点 有一点点好像是下手的时候 可能是会买贵了一点点 不过不重要 你分阶段慢慢去买 总比那个股价不断上升 到最后一点货都没有在手 比这个会好的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联想集团了 那联想集团呢 昨天是公布了2014年和2015年的财年年报 以及第四季报 那全年的净利呢 全年的是增长了1.5% 而第四季度的净利呢 是跌了超过36% 那业绩表现呢 是没有给市场带来一些惊喜了 那今天的联想集团就逆势的大跌 一直是处于领跌蓝筹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目前呢也是跌了超过4.7%了 那郭老师你怎么看待联想集团之后的一些发展呢 其实走一个阶段的股价走得比较前了 尤其是最高见过14块3毛 当然在那一分钟市场的细分是很热闹的 而且买盘又是一旦投放进去的话 恐怕还是有更多的买盘一直往下来 北水南调不少的资金是会冲着联想来做一个中限的投资的 可是最近来说股价是上升的不少了 从一个月的低位想想看到目前为止 已经对这个升幅差不多几十个%了 高台有一点点效法基本上很正常的 看起来由于那个业势公布好像欠了一点点的理想 所以成为联想的股价出现一个回吐的一个理由 从那个高台到目前为止 已经下调了差不多两块钱了 接近两块钱了 所以我不预计它会再进一步大跌的 不过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它收购了Motorola的业务 最快最快都要今年底到明年初 才能有一些容认的数据出来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 不过当然市场对它的看法还是比较正面的 Motorola的在北美方面其实Francis是很多的 只要联想的手机用Motorola的名牌去出售的话 我想多少都会有一定的上级的 所以从一个中线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看高一线 不过短期之内就因为它现在升的比较多 所以暂时来说还在处于一个深厚的 技术上的效法跟整个之中要买的 我觉得也不要太急了 那最近是出现很多股份都有一个暴跌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在昨天港股通的这样一个标的股 高银地产和高银金融两股是昨天有一个暴跌 那高银地产昨天是跌了超过40% 而高银金融也是跌了43% 那两股市值昨日就蒸发了1287亿港元 但是集团随后就发表了声明表示 集团的一切运作都是正常 而且资金也是非常稳健 那今天这两只股票就有一定的反弹是靠稳了 那郭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两只股票 首先我自己也到过天津那一方面去看过 那个高银地产的发展的航目 房子是盖得相当漂亮 可以这样说老板也舍不得把它卖掉 结果嘛就是作为地产股 楼旁是已经盖好了 可是它不出售就等于没有 没有那个销售的那个业绩可以看到 当然还有一个其他一个原因就是说 老板对自己盖的房子实在是觉得更好了 舍不得卖 可是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话 你舍不得卖可能是基础上就有一点问题 因为你是地产股 你不卖房子的话 根本就没有那个营业的那个金钱出来 也没有那个权利出来 所以到最后股价的上升 跟基本因素没有太大的关系 单单靠那个资金去追捧的话 高营地产 它的股价从低位上来 已经上升了八到九倍了 要是另外一件高营金融的话 股价升得更厉害 从两块八毛多到三十多块钱 应该这样说 昨天的下调是走得比较急了 经过昨天的下调 虽然说今天股价是有一点点跌后的反弹 但是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要是释放是比较明朗看好的话 我想他们还是会轻轻地跑出整个大事 因为在过去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股市的走势是比较油皮的 可是高营跟高营金融两个股价就分别上升了八倍到九倍 抓了平坡在手当然开心 要是高台追下去的话 我想暂时还是有承担一定的风险 毕竟从低位到目前为止已经上升了不少 就算是现在已经下跌了30%来说 可是他的股价相对起步点来说 他现在还是很高很高 所以要是在贸高进去的投资者 一定要考虑中间存在的风险 我也不建议大家大手买进去 因为总有两手准备的 比如说买一千万股 先买三千到四千股 看看他的表现是什么样 然后股价在今一步往下走的 你还有资金在低位慢慢去买吗 反正你买它是基本因素 不是今天买 星期二就要赚成哪一次 对高营两家公司来说 要是两家我取一家来买的话 我想应该是二八三 这个比较好的一点点 好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 非常详尽的分析 也希望郭老师的分析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郭老师 我们以上所涉及到的股份 您是有持有的吗 没有的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